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rlo大家好 我是小编 那最近有很多人反映说 为什么她的世界王或者是她的世界副本 不会出现 就时间到了为什么还没有出现 那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来自于时区的不同步 也就是说模拟器的时间跟游戏伺服器的时间是没有同步的 那这样的情况就会导致这个状况发生 不过以前其实是没有这样的状况 包括韩版还有台版都一样 那这一次韩版更新之后 就是在3月27号 3月底更新之后呢 韩版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台湾是属于海外玩家 海外玩家连到韩服伺服器去玩的时候呢 人会发现他世界地坚进不去 他那个图示不会出现 那台版的话有可能是海外玩家 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我这边就教大家怎么样去设定一下 那如果说我这边是以模拟器为主 那如果说你是用手机的话 也是用类似的设定 但之后记得要改回来 游戏之后记得要改回来 要不然你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正常去用的 就是你时区错误会影响很多 那如果说以这个雷电模拟器来讲的话 任何模拟器都有这个选项 就是你去找到一个设定 你去找到设定 有些是从上面滑下来 然后这边也有 就进入那个设定 跟刚才一样 设定 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往下滑 会找到一个日期与时间 那这个把它点下去 好你现在看到 他这边的自动判断日期时间 还有自动判断时区 都是开起来的 也就是说 他会根据用定位的方式 去根据你现在所在地 然后去自动教时 这个意思就对了 那因为会有时差的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项关起来 我们要自己去手动设定 那其他的都不要改哦 我们直接按这个选取时间这里 好那首尔 因为我们现在以韩服来说好了 以韩服来说我现在是 在台湾我要玩韩服嘛 那我就必须要跟首尔同步 所以我选首尔 那假设说你今天是玩台服 但是你在海外 譬如说你可能在澳洲的话 那你点进来就是选台北标准时间哦 你如果玩台服的话 就是选台北标准时间 这样才会跟台湾的时间是同步的 好那我现在以韩服来说的话 就是首尔 所以我选首尔 好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可以退出设定了 基本上这样子就已经结束 那如果说你刚才 有在游戏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刚 执行那个天堂M 发现有问题 哪有出来设定 那这时候记得先把游戏关掉 好你先把那个游戏关掉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进来这个 你再重新进入游戏就可以了 好那以上呢 就是这一整段的设定教学 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呢 记得在右下角按下订阅 按下喜欢 好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哦 拜拜